读一段圣经在四篇一百二十六篇第一节到第六节 以后来念 这里说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鲁的带回洗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人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鲁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附流 流泪撒总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 欢欢乐乐地带着河捆回来 我们就读到这里 你知道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搬进Shakana Glory聚会直到如今 你知道多久了吗 五个多月了 现在所有的工程都已经正式结束 而当我们回顾这段建堂的过程 我们真的要说 神果然为我们成就了大事 Amen 就像今天所读的经文所说的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鲁的人 带回到西安的时候 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 在当时 以色列被鲁到巴比伦 有七十年的时间 这七十年 虽然神曾经应许他们说 要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但毕竟七十年不是很短的一个岁月 在这七十年当中有多少的失望跟挫折 有很多人可能不再有盼望 他们可能已经不再想到耶路撒冷 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 好像那只不过是一个 有一天会发生的梦想而已 但是当神的时候来到 神真的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当时的兴奋吗 按照人看怎么可能呢 但神果然按照他的应许 成就了他自己的工作 弟兄姐妹 这不也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感受吗 这个荣耀的圣殿 不也是曾经我们在过去 以为那是有一天的梦想而已吗 可是如今你我却坐在其中 一同敬拜我们又真又活的神 Hallelujah 神果然为我们成就大事 Amen 所以我们要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 一同来思想 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工作 从三方面我们来想 第一个 这是一个回顾感恩的时刻 跟你们好像这是回顾感恩的时刻 那当我们回头来看 整个Shakina Kroor建堂的过程 从2017年的6月开工 到2018年的10月完工 总共才花了一年零五个月 这在湾区可以算是个奇迹啊 因为在湾区随便改建一个方式 都要一年多的时间嘛 不是吗 而我们能够在这么快速的时刻 能够完成这么庞大的一个建筑 真的是神迹啊 回头来看 Shakina Kroor之所以那么快速完工 有怎么样的原因呢 有四方面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清楚的意象 跟你们好像说我们有清楚的意象 意象是很重要的 真言29章第18节这里说 没有意象名就怎么样 放食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意象的话 百姓就没有一个方向嘛 不知道何去何从 其实你要知道 我们教会想要扩张一个 一个更大的会堂 不是最近这几年才想到的事情 早在2007年 我们就开始筹划 怎么样扩张聚会的场地 我们曾经尝试过许多不同的方式 有很多不同的提案 结果都失败了 回想起来为什么失败呢 最简单的原因就是 那些都是good idea 但却不是god's idea 是很好的主意 都是很好的主意 但却不是神的主意 一直到2015年5月份的时候 当建堂委员会来到我面前 说刘牧师 我们所有建堂的计划 都就准备好了 是我们可以开始推动的呢 我说那要等等 他们说要等什么呢 我说要等神啊 要等神的印证啊 若是没有神的印证 我真的不敢推动这样的工作 我还记得有天晚上 我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我一边开车 我就一边大声向神呼喊 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的经验 因为我心中真的很苦闷 我心中在神没有主啊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要我做什么 如果你不给我任何的话语 我怎么能够向前进呢 我在记得那天晚上 我一边开车 我一边大声向神呼喊 我说主啊 求你告诉我当如何行 忽然间 我就好像看见 在车窗前面出现了一个字 你知道我是平常 很少看到什么图像的 很少的 但那天就很特别 清楚地看见一个字 出现在无一切 那还是个希伯来字 Sherkina 我以前曾经读过这个字 但是不确定这个字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赶忙冲回家 一查才明白这个字的意思 是神在地上的居所 我一看到这个意思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 因为这不正是我们教会 从开始第一天 我们心中的渴望吗 我们教会从第一天 主日崇拜 我们就在唱这首诗歌 主啊愿你荣耀降临 愿你荣耀降临 那是我们心中的渴望 而就在那个时刻 我很清楚 神对我说 我要你为我建 A house of Shekinah glory 我心里都明白 我赶快通知我的同工们 对他们说 嘿 神已经给我们 这个新的堂的名字了 Shekinah glory 我们可以向前走了 Hallelujah 我们不但有清楚的意象 我们更是有 先知清楚的印证 我还记得 在20周年庆典上 你还记得 Mike Jacobs 他向我们教会 发出一个预言 神借着他 对我们教会说 If you build it I will fill it with my glory 如果你把这个圣殿 建造起来 我就要用荣耀 充满这殿 其实你知道 本来 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要建堂 那天他们下飞机 我去接机 接完飞机 带他们餐馆吃饭 一进餐厅坐下来 Mike就对他的太太 Sindy Jacob说 你先别说话 因为我有话要说 因为了解他们 你就知道 平常都是Sindy 讲很多话 Mike从来很少讲话 那天Mike说 No No Sindy你不要讲 你讲完 我就没得讲 你不要讲 我有话要说 他说 神要他说一句话 但他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神要他说那句话 他说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我们要建堂 他本来以为 我们已经有礼拜堂了 根本干嘛 还要建堂 所以他不明白 为什么神要说这句话 后来他才知道 我们正式想要在 20周年庆典上宣布 这个Shakina Glory 建堂机会要正式开始 所以神借着他 再一次印证了神 对我们建堂的心意 Amen Hallelujah 弟兄姐 我们的建堂 有非常清楚的意象的 Amen 因着这个清楚的意象 我们才能够勇敢向前 而中间虽然经过 多少的挫折跟难处 因着这个意象 我们仍然能够不灰心 坚持到底 Amen 所以第一个 我们有清楚的意象 第二个 我们有同心的祷告 跟你们有同心的祷告 祷告太重要了 在建堂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历了多少的艰难 多少次我们都觉得 好像无路可走 可是每一个难关 总是把我们带回到 神的面前来迫切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告诉你 遇见难处 不是不好的 因为如果没有难处 我们就会习惯性的 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 做自己的事 走自己的道路 却不明白 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更伟大的计划 谁让我们经历更伟大的事情的 你们 所以神容许困难临到 就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回来归向神 来依靠神 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经历神的大能吗 哥林的后书第12章第9节 我最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 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 来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保罗自己讲得很清楚 讲到说神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怎么样 显得完全 在人所不能的地方 就是特别看见神大能的彰显 所以保罗说 我越是喜欢这样的原因 我越是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没有什么人会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夸 但保罗说 我很喜欢夸我的软弱 为什么喜欢 因为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换句话说 在我们承认软弱不足的地方 就能够显明出 神是充满丰富能力跟荣耀的 越是在我们软弱的地方 神越需要彰显他的大能来 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 借着祷告 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软弱 借着祷告 我们也能够经历神的大能 而第二 在这次建堂过程当中 我们真是经历了 同心合意 祷告的大能 你要记得 在建堂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迫切为两件事情 在祷告 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好的天气 记得吗 我们希望建堂的工程 不要受到拦阻 第二 就是我们所预定的 现堂感恩日子 10月20号 我们希望准时现堂 因为所有的嘉宾都请好了 所有的海外的牧者 机票都买好了 要准时现堂 但事实上这两件事情 没有一件在我们自己手中 不是吗 因为天有不测什么 风云 而且工程的进度 从来不是在我们手中 可以预料的 但感谢神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同印证 在建堂工程期间 一年零五个月 几乎没有下雨 不但没有下雨 而且天气超级温暖 不像现在每个礼拜都下雨 我告诉你 神真的垂听我们祷告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现在这些丰富的雨水 也代表着圣灵恩雨的浇灌 正如神所应许的 如果把圣殿建造起来 使用它荣耀充满这殿 而这些雨水 正是印证这些事情 哈利路亚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们求 10月20号要准时现堂 在当时 无论多少人 觉得不大可能 包括你我在内 我还记得9月的时候 我怎么看说可能吗 怎么看都不大可能 我告诉你 无论我们人 多么难以想象 神还是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的 我们就在10月19号 现堂的前一天 终于拿到临时使用执照 哈利路亚 果然在10月20号 我们准时现堂 哈利路亚 神真的垂听 我们在他面前 同心合意的祷告 Amen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第三 因为全教会的动员 跟我来说 全教会的动员 这次Shakina Glory 圣殿工程 这么快速的完工 我相信绝对不是 单单因为有异象 也绝对不是 单单因为有祷告而已 我看在教会里面 每一个层面的同工团队 都尾声参与在这个事工当中 这是个绝对不可缺少的要素 我看见 所有的牧区总动员 参与在义脉 移走其他的牧款的活动 甚至有些举办 像瓶酒啊 高尔夫球大赛的活动 我觉得好像大家各显神通 一样那种感觉 个人把最好的 要献上给主嘛 这就好像在圣诞节 我们很熟悉一个小鼓手 那首诗歌 所描述的小孩子一样 当圣诞节来到了时候 这个小孩子看见 其他人都献上美好的礼物 给主耶稣 他好像一无所有 他心中正是难过的时候 他就想到 他会打鼓啊 为什么不把鼓声献给主耶稣呢 所以他拿起鼓来 就开始为主而挤鼓啊 我就看见我们教会 就是这样的情况 整个教会 在过去建堂的期间 好像全体被动员起来 就像中国话所说的 众志成城嘛 因着我们同心合意的摆上 Shakina Gore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顺路完工的 Amen 好不好 我们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 Hallelujah 但事实上 这次建堂 不但是我们本堂的弟兄姐妹 这样的摆上 我告诉我们 分堂 也有很多弟兄姐妹 为主来摆上 有时候我看见一些分堂 有些分堂 其实其实非常小的 他们寄来的支票 却是上万块钱的风险 我就很受感动 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 他们要做些什么 从来没有 但他们就是这样 主动地愿意参与 我就看见我们真的是一家人 在主里真的是一家人 当一家人同心合意 全力摆上的时候 就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情 Amen 第四个原因 是因为神守的工作 跟神守的工作 其实当我们看整个 建殿工程的过程 我们就必须承认 从开始到末了 其实都是神的工作 我常常回头看 我们的建殿工程 就好像一盘棋一样 神是在背后 真正的下棋的人 其实神早就知道 要怎么做 只是他一步 又一步在安排 那个棋局而已 我们反而好像是 关棋的人 在旁边关棋 这搞不清楚 不知道为什么 神要下这一步 为什么神要关这个门 其实神不会随便关门的 跟你们说 神不随便关门的 跟他说 当神关一扇门的时候 其实神早已经预备 另一扇敞开的门了 神每一步棋 都是有目的的 你知道吗 事实上 每一扇关闭的门 都是要引我们 走向神的敞开的门 所以今天当你在面对 人生的挫折的时候 不要太灰心 跟你们说 不要太灰心 跟他说 因为神常常是 另有预备嘛 你还记得当 Bank of the West 西方银行 一直刁难我们 迟迟不把贷款的钱 给我们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 多么感觉失望跟挫折 那时候也觉得 神你为什么容许 这事情这样发生 在那个关口上 马上就要动过土 就要开工了 这个是灵道 结果神很奇妙地 引导在香港的上海 商业银行贷款给我们 这整件事情回想起来 我告诉你 神真的何等奇妙 因为如果是 西方银行贷款给我们 我告诉你 西方银行 它必须是用建筑贷款 construction loan的方式 贷款给我们 这种建筑贷款的要求 是非常复杂的 只要你在工程上 有任何一点改变 小小的改变 都需要银行审查通过 才可以进行 那你想想看 我们教会这个工程 从开工到完工 有多少改变 有些是市政府 让我们改变 有些工程公司要改变 有些是我们自己 想要改变 大大小小 那个改变是不断的 无数的改变 如果每一个都要 银行审核通过 才能够进行 我们绝对到现在 都无法完工 我告诉你 但感谢神 上海的上海商业银行 因为不是属于FDIC里面 所以可以不受这个限制 他们可以直接用 line of credit的方式 贷款给我们 换句话说 我们需要改 就可以改 不必经过银行的审核通过 所以我们才可能 这么迅速完成这个工程 现在回想起来 我告诉你 神关上这个西方银行的门 是关得太好了 你们 以前当他们决定 不带款给人 你还记得 他们的经理 曾经写过一封 非常凶的信给我 说刘牧师 你不要期望 我们银行给你一分钱 就是这样写的 我那时候气到 他写一封信去骂他们 还好没写 圣灵给我节制的灵 现在我说感谢神 还好西方也没有贷款给我们 如果贷款就完蛋了 我告诉你 我们真的伟大奇妙的真神 今天我们回头看 你不能不赞叹 上帝手中的工作的奇妙 神的旨意 永远高过我们的旨意 神的道路 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 Amen 将掌声归于我们的神吧 我们真的有 伟大奇妙的真神 Hallelujah 这是一个回顾感恩的时刻 第二个 这是一个持续可目的时刻 跟你们说 这是持续可目的时刻 一方面我们为我们建堂的工程 献上感恩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停留在这里而已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因为看见神的工作 我们心中欢喜 却忽略了神有一个下一波的工作 以至于我们会错失了神下一波的恩典跟祝福 在这篇诗篇当中 作者没有因为看见以色列回归耶路撒冷 看见神的工作就停留下来 在第四节里面 我们看见这个作者对神有个更深的可目 第四节 他说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陪 好像什么 南地的河水附流 换句话说 要渴望更多 我们渴望更多的看见神的作为 他没有因为神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 他的心就停留下来 以为神的工作就仅此而已 他的心向神呼喊说 主啊 不只是这些人归回 我们希望更多 求神让回归的人像南地的河水附流一样 南地是什么地方 南地是以色列南部的旷野地 那是个干旱的河床之地 也许以前曾经有河流流过 但现在是一片旷野的地方 诗篇的作者在这里对我们说 求神让回归的人好像南地的河水附流一样 想想看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景象 那个本来是旷野的 现在忽然间那个江河重新涌流 充满整个旷野 那个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景象 那也是人所以为不可能的景象 但诗篇的作者向神就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期待 但历史上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回归不是只有这么一次而已 历史上告诉我们 起码以色列有三次的回归 每次的不同的领袖 带领不同的族群的人回归到耶路撒冷 至终神的圣殿被建造 耶路撒冷的城墙被重建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神向以色列人的心意不是只有一次的归回 同样从这个角度来看 神向我们的心意 也不是只有一次小小的复兴的作为 也不是只有一次小小荣耀的降临 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是又大又广 甚至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不要因为只是看见神现在的作为 我们心中欢喜就停留在这里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更深的渴慕 主啊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你过去的工作上 我们要求你更深的带领我们进你的同在里面 我们要更多的精灵的荣耀 主啊我们所求的不只是这一点点的恩典而已 我们渴望更多 我们所求的不是这么一点点你恢复的作为而已 主啊我们渴望更多 求神圣灵的江河来涌流 像南地的河水附流一样 你可以想象吗 一个旷野的地方 是那个江河重新涌流 充满在旷野 Can you imagine that 你知道这个图画这些日子一直在我的心中 我在祷告会分享过好几次 我心中一直有这样的图画 主啊我心中也渴望 圣灵的江河的涌流在教会里面 像南地的河水附流一样 不只是看见这小小的恩典 不只是看你小小的作为 我们渴望更多 渴望更多的有你 我们需要求成他们持续的渴慕 Hallelujah 我们深深的相信 神要在我们成就更伟大其妙的作为 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 Amen 第三 这是个同心百上的时刻 跟着说这是同心百上的时刻 在第五节诗篇的作者 也提出了一个经历神作为的原则 那就是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跟我们同时来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作者的意思是说 我们过去曾经流泪 也曾经收割了 但他心中持续的渴慕 看见神的作为 所以他再一次提出这样一个呼求 要继续撒种 我们才能够继续欢呼收割 同样的我们教会也是如此 我们在过去为建堂的功臣流泪撒种 今天我们才能够欢呼喜乐 坐在这么荣耀美丽的圣殿当中敬拜神 但我们的心却不能停留在这里 弟兄姐妹 若是我们的心持续渴慕 能够进入神更深更大的作为当中 我们就必须持续来撒种 我们才能够持续的欢呼收割的 特别在建堂的财务上 一方面我们感谢弟兄姐妹 在过去这些日子 我们看见为建堂工程 我们已经收到了 1480多万的美金 但是离开我们的目标 还差1050万 我们需要弟兄姐妹 同心合意来摆上 来偿还这个贷款 你们1050万乍听之下 你觉得很多很难 但如果反过来想一想 我们已经筹募到超过建堂总金额 一半以上的款项了 现在只剩下1050万 听得懂吗 只剩下1050万 如果今年我们能够按预期 再筹到350万 那就只剩下700多万而已 所以我在祷告会讲过很多次 我们现在其实在走一条下山的路 下山路意思就是 soon be over 很快就结束了 换句话 最难的部分走过了 现在是下山 那比你想象的更加容易 更加快速 你们 但是当然我们要继续 为我们经济的大环境来祷告 感谢神 现在股票市场仍然看好 很重要 很重要 你要天天祷告 我常常为真正祷告 为你们在祷告 我们要求神 继续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经济大环境 好让弟兄姐妹 能够奉献不为难 让我们继续不断地摆上自己 为主撒种 我们就能继续不断地 经历神的作为 弟兄姐 我们的神 的确是一位 为我们成就大事的神 我告诉你 每一次我在外面 或在分堂讲道 提到我们建堂的见证 特别提到 最近神怎么借了东坡肉 打开停车场的门的见证 别人听了都目瞪口呆啊 而你们真有福啊 生利其境 你现在天天停车 都不觉得什么了不起 那上帝的作为 阿们 你每次停到那头 你就知道 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 我告诉你 阿们 虽然摆在前面 永远是有挑战 但每一个挑战 都是使我们 经历神大能的管道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再一次摆上自己 紧紧跟随神 我们就能够再一次 经历神 超乎所求所想的作为来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到 我们线上的感谢与赞美 谢谢你 在过去的日子 让我们经历到 你的恩典跟丰富 我们看见 Shakina Glory 看见这个建筑 我们不能不将荣耀归给你 真的是你果然 在我们这边 成就伟大奇妙的事情 我们再次献上感谢 也再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停留在这里而已 让我们持续地渴慕 因为你有更伟大的计划 等着我们进入 你有更伟大的恩典 等着我们自取 你有更伟大的作为 等着我们来经历 来帮助我们整个教会 再一次同心和紧紧跟随 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更是经历你奇妙的丰富 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领受圣餐 圣餐是教会的圣礼 如果你没有受过喜 我们盼望你在死的观礼 如果受过喜 我们欢迎你们一同领受 主的身体跟主的宝血 那圣餐你可以在你椅子的右边 可以拿得到 或者是在你前面椅子的口袋的里面 也可以拿得到这个圣餐杯 请你先拿出来准备一下 这个圣餐杯是有两层的 第一层是塑胶膜打开里面是饼 第二层是锡子的打开里面就是杯 所以请大家花时间稍微准备好 等一下先不要喝 待会我们会一起来领受 如果旁边有老人家 麻烦你帮助他一下 因为有时候蛮难打开的 当主是被麦娜也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剥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照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因为我血所列的新约 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好吧再说我们花点时间就安静在神的面前 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是公义的 祂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就花点时间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地方 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神就要保血来洁净我们 好吧 再次我们一同为自己来祷告 求圣灵光照 求保血来洁净我们 一同来祷告 把太约祂点碰到你 求保血还请友 祿佛祂 祿佛祂 一同凭信心来领受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十字架上 你已经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 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 你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今天在基督里面 我们都宣告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一切的旧事可以过去 罪恶的锁链要被断开 一切在我们里面黑暗的权势 要被赐退 因为耶稣主你已经为我们死 而且从死里复活 主今天让我们领受这饼 领受这杯 我们与你同在一起 主我们与你同坐宝座 与你一同得胜 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给给你 主要今天早上愿意你新鲜的恩高 得胜的恩高降临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天天向仇敌来夸胜 我们赞美你 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 弟兄姐让我们接受我们右手 特别为带导卡的思想来带导 亲爱主我们特别为来的三月份 带导卡来带导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但坐在宝座上 而且你垂听你耳里每一个祷告 为了上远成就的事情 献上感谢 为了在沮丧时刻 蒙神加添力量的献上感谢 为了夫妻能够复合的 献上感谢 为了有新生儿母子平安的 献上感谢 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 主我们也为了在我们中间 身体上软弱有病痛的 我们求主亲自按手 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 为了肠胃有问题的 有骨癌的 有ADHD学习障碍的 社护腺肿肿大的 有血脂血糖血压的指数不正常 有脑癌的 幽门感军 视力希望恢复 内风湿症过敏 膝盖疼痛 白血球低 Parkinson disease 我们求你怜悯 主要按手在这每一位 弟兄姐妹身上 要因为主手的鞭伤 叫他们都得到医治 主要为在我们生活上 各样需求的事情 交在你手中 为了为幸的亲友的求主 带领他们早日归主 也为了正在申请H1 在面试 申请身份 申请老人公寓 申请移民 正在搬迁 寻找工作 求神来为他们开路 也为了在我们中间 寻找伴侣的 希望能怀孕 求主按手 亲自带领他们 也为了我们的孩子们 有些在电玩的捆绑当中 有不良嗜好的 奉耶稣名断开 这一切的捆索 也为了在我们中间 希望重新恢复婚姻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求主来做恢复的工作 我们把这一切需要 交在你手中 因为主的名字叫耶和华 以乐 在耶和华山上 必有预备 感谢祷告奉耶稣 得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招待会传一个黄色带子 大家可以将圣餐杯 放在黄色的带子里面 我们唱这首诗歌 祝你能力和其的伟大 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祝你能力和其的伟大 当我感到软弱无阻 你能力和其的伟大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生气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势力 来自依靠你的灵 我想你全心期望 你生气如此真实 当我感到软弱无阻 神的能力永远在人的软弱上 可以显为完全 当我们在神面前承认 我们的需要跟软弱 神的能力就要复辟我们 今天让我们特别愿意为 在我们中间身体上有软弱 有病痛 弟兄姐妹为你来祷告 我们相信同心和你的祷告 神必要垂听 我们请祷告团队 弟兄姐妹先到台前来好不好 再者我们也邀请在我们中间 今天有身体软弱 所有病痛弟兄姐妹平的信心 我们邀请你现在又走到台前来 我们要与一同来祷告 在我们的软弱上 我们求神的能力现在就复辟我们 哈利路亚 祝你能力和其的伟大 在你也没有任何现实 虽然我看到的是 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祝你能力和其的伟大 在你也没有任何现实 虽然我看到的是 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 祝你能力和其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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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也没有任何现实 在你也没有任何现实 虽然我看到的是 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 你能力和其的伟大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身体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使命 乃是依靠你的灵 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身体如此真实 而当我感到软弱无助 你能力和其的伟大 你能力和其的伟大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身体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使命 乃是依靠你的灵 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身体如此真实 好不好 从这开口来祷告 无论你在前面或在位置上 从这开口向主来祷告 我要神的医治能力来永留 我们奉耶稣得圣的名 翻开一切疾病的困索 斥责一切的疼痛 神的恩典来永留 医治的恩典来永留 Oh let it flow 圣灵的恩典 医治的恩典来永留 出去一切的疼痛 Hallelujah Oh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 你能力显得我安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身体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势力 乃是依靠你的灵 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身体如此真实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 你能力显得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身体如此真实 你身体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势力 乃是依靠你的灵 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身体如此真实 我向你全心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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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赞美我们的子 Hallelujah 是的 在我们的软弱上 你的能力能够显得完全 在我们的软弱上 你的能力完全来复辟 要斥责一切的疾病 断开一切仇敌的捆锁 今天早上让你的释放 心灵的平安喜乐 医治的恩典 永留在我们中间 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现在的主耶稣 就是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参与众人同在 从今至到永永远远 Amen 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Hallelujah 跟你旁边的人 要持续可慕 经历神的作为跟他说 上帝祝福你们